对于历史上那些预言家 珍妮都很尊重 但对人们解读诺查·丹玛斯预言 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这一点 他并不赞同 他说2020年才是世界的大难 这就说到末日这个关键话题了 他是这样说的 大决战将在2020年到来 届时假先知 撒旦和反基督者将崛起 与人类自己作战 如今2021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半 战争也没有迹象 所以不少人回顾这段预言 认为珍妮是和世界开了个大玩笑 或者他压根就不是一个真的先知 大决战在预言当中 一般是指末日 或者是人类危难的重大时刻 但是仔细看珍妮的书 他这里的大决战也许是另有所指 因为他后面接着谈到了 假先知 撒旦和反基督 都是宗教中的词汇 所以这里的大决战 可能是指在精神层面发生的 或者是在另外维度发生的 而不是导弹升空 蘑菇云腾起 这种形式的战争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好不容易熬到疫苗问世 各个国家开始大范围接种的时候 2021年印度又出现了变种毒株的大流行 这场与病毒的搏斗 人类是不是真的已经成功在望了呢 其实还在未定之天 如果把决战理解为疫情 那么珍妮可能并没有失言 不管这场决战指的是什么 人类怎样才能走出危难呢 答案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 这本书叫做《荣誉的呼唤》 书中写了这样一个预言 他说 六十年代的一天 我睡过了头 醒来时我朝窗外一看 所见到的不是熟悉的 光秃秃的树和街道 而是在湛蓝的天空下一片荒芜的沙漠 在地平线的上方 是太阳发出的灿烂光芒 从灿烂的阳光当中走出了一位法老 和他的王后纳夫提提 他们手拉着手 珍妮说 我看见王后的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婴孩 婴孩的衣服破烂不堪 和国王王后的服饰 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他的眼睛却充满了智慧和知识 这时法老和王后向我走来 把小孩递了过来 好像把这小孩托付给了整个世界 这时小孩的身上突然发出光芒 与阳光融合在一起 左边的王后走开了 他走到一个棕色的大水罐前面停了下来 当他弯下腰用手捧水来喝的时候 突然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背部 灯博转头再一看那个小孩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小孩已经变成大人了 他头顶上的一个小十字架开始变大 在每一个方位上向整个地球低下甘露 与此同时 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 不同肤色的人们都跪在地上 举起他们的双臂 拜倒在他的周围 珍妮说 这次幻象和以往都不一样 我仿佛是身临其境 和人们一起拜倒在他的脚下 然后呢 房间就变暗了 幻象也消失了 而我仍然沉浸在幻象当中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珍妮认为他已经得到了答案 他是这样解释的 在东方的某个地方会出生一个婴孩 他将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 在本世纪末 他将在户外的信条下 把整个人类团聚在一起 这将是一个新宗教世界的建立 他将在人们中传播上帝的智慧 把每一个宗派和每一种教义融合起来 那这个东方人到底是谁呢 珍妮是这么解释的 虽然他出生于韩威的家庭 但是我坚信他就是王后纳夫提提 和法老的子孙 特别需要提议一下 纳夫提提王后的丈夫 就是那位著名的阿肯纳顿法老 他是把埃及的古老多神崇拜 统一成对最高主神阿顿崇拜 但是又不否认其他神灵的那位著名法老 他在珍妮的幻象当中出现 并且托付一个孩子 就是要延续把不同信仰融合起来的任务 所以珍妮所看到的幻象和所传达的寓意 表里是一致的 东方在欧美的语境中有两层意思 地理上的东方是指从东欧以东全都算 还包括了非洲的东北角 按离欧洲的远近 又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 文化上的东方是指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的古文明 一般是指古印度或者中华文化圈 珍妮理解这个东方人也许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世界 世界将会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 进入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灾难的新时代 今天讲的有关珍妮狄克逊的所有故事 都能在维基尼亚州的珍妮狄克逊博物馆里找到 珍妮在书中这样写道 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从东方闪烁到西方 神会再来 1997年 93岁的珍妮去世 她本人是没有机会见证 她最重要的那部分预言了 也没有人能够再向她提出追问了 那我们今天是否有这样的机缘呢 能够见证她所预言的决战时刻和那位最重要的人物